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看到了 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去看了一下路德社的频道 路德 你最近有没有这个感觉 明显就觉得各种数据 比如说你那个订阅户你是锁死的 永远不动的 对吧 然后第二 观看量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忽高忽低 然后明显我就觉得就是评论增加 然后为什么这个观看数量就往下降 甚至有时候就不动 你知道啊路德 我觉得就又被人操控的嫌疑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实 我告诉你 我们的是百分之百被限流的 百分之百啊 这未来一定他们会付出代价的 我告诉你啊 百分之百是会付出代价的 你放心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在中文自媒体啊 因为你看就是说很明显 现在油管上面很多中文自媒体 包括就是说有些什么官方的一些媒体 都是我现在也看得出来很多都是刷流量 对吧 而且我在这种行业里面做 就是说也算是IT界做 然后也知道很多这种有些公司 它就是水公司 你付钱我给你刷流量 你知道 就专门干这种事情 所以真的就是说真正的真实数据 我觉得就应该就你知道 所以但是从表面上来看 这个很多事情我觉得不会就只有停留在表面上面那么那么低的那个程度 你知道吧 但是你看现在它这个这个油管 你看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点 就是说中共只要觉得你有用 它是很舍得花钱的 然后然后它也会帮你做各种的这种support 就后面会给你各种支援 但是它这样可悲的 大家现在你知道咱路德社就这个频道啊 你知道总共有多少点击率 咱们都是接近一个小时的视频啊 知道吧 每个 你猜猜 总共 总共 我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 你说个数 就是从2008年到现在 08年到现在 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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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年到现在啊 18年到现在我觉得 怎么着上 上保守估计5000万应该有了吧 嗯 你觉得如果在游戏界啊 我告诉你啊 什么样的 是一个大IP 如果是游戏界是什么样的这个点 就是是大IP啊 我告诉你啊 你是大IP啊 啊 对啊 你知道 你说 你大IP的 对你说 你说 你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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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IP肯定没得说啊 比如说像什么魔兽啊 然后像什么 我告诉你 咱路德社18年到现在总点击三个多亿 三亿多 你不知道有这么大吧 平均观看视频 平均你知道每个是观看时长是21分钟 就是这是21分钟的三个多亿点击率 点击啊 点击啊 点击次数 你要不说这个我们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们只能够看到前台数据 后台数据就是看不到的 3亿多啊 21分钟 如果按 有的你们 比如说别很多的小视频嘛 最多两三分钟一个嘛 是吧啊 如果说我们算一分钟一个相当于就60多亿次的点击率 点击次数 如果五分钟一个 是吧 也至少的十几亿的点击次数 这是很恐怖的数 你看这台湾什么统促党 两万 两万订阅户子 最高视频就1000多点击率啊 他给1600多万人民币 是不是啊 这就是高年吗 这是价值知道吧啊 你点评一下 分享一下 对 这个是确实是呃 但是现在你也可以看得到呃 看得出来就是 推车上面现在也也一样 就呃 x 上面啊 也是很多很多你都明不见经传的一些呃 那些号 然后哎 你就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follow 对吧 发一个东西 那么多点击率 那么多点击率 那么多点赞 还有那么多转发 那其实很多事情 你你只要有一点点这个呃 呃 it 尝试的话 你都会觉得这个事情不正常 因为 因为你一个 如果说你是一个正常的 就你一个个人来说 你不可能呃 有那么高的点击率 以及那么高的那个呃 就是说追随程度 所以这个东西也就 就证明了一点就是什么 就中共他其实就是这种浩大喜功 他喜欢 把这种 他要捧一个人就喜欢把把他的这些表面数据做的很大 然后做的做的很那个呃 很光鲜 他其实什么东西都是空架子 你知道吧 那这个就我现在发觉就 就跟中共打交道 那么呃 那么多 那么多年 然后自己也是在那个国家出生 现在就越来越越越觉得 就是说 尤其到互联网时代 就是说中共他最看重的一点 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是表面要光鲜 你其实揭开的里面都是 呃 都是一坨屎 你知道啊 所以 所以我就我就觉得 就是呃 呃 按照 现在所以说 我也就觉得就是说 按照什么什么 凡是中共宣传的东西 你就反着看就行了 然后你不要看他很多有些东西的热点很火 或者是怎么样 点击率很高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 虚的一些数据 你要看实质的就是说 他真正产生多大的影响力 呃 比如说一个贴啊 一个视频啊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 这个这个就我觉得 然后 而且台湾这些 对吧 这些媒体 或者是呃 中共帮他们捧起来这些媒体 你说最后有多少影响力 我也觉得未必有多少 就像就像之前那个什么 那个馆长 现在怎么样 也也没怎么样了吧 对吧 中共不捧他 然后也就也就也就慢慢慢慢的没落了 对 中共不捧 说的对啊 这个菲律宾举行这个三军演习啊 演练多岛 左岛登陆 你怎么看这个事啊 肯定对着中共来的 郝委员 你怎么看啊 这个事情前两天也看到了 然后 呃 菲律宾这边嘛 肯定也是就说 他现在因为已经 呃 确定了就站在美国这一头 然后 肯定也不会变啊 对吧 然后再加上呃 呃 看似之前我们也说就是印尼那边呃 呃 跟俄罗斯什么也搞个什么军演 看上去像印尼 啊呃 搞到邪恶呃 呃 联盟这边去了 其实也不然 因为南中国海这块区域就是说是 想把他也是兵家必争 对吧 里面资源 矿产 那个海里面什么东西没有 呃 而且 而且最主要 最要命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中共它不合法 你 你不可能说我这边跑两艘船过来 然后我就划一片地方说 而这片海域都是我的 或者说跟你玩自古以来 而且 最主要的一点是 国际法庭已经 宣判了说这个地方都不属于你 你中共国 对吧 然后中共国 还不承认 因为这 中共就这个德行嘛 就是说对我不利的 我一切我都可以不承认 然后口口声说 我要什么遵守国际法 呃 他他玩这个双标嘛 他一贯这样玩 那么 那么现在就是说最能够打破他的这种玩法就是实力武力 对吧 那这是走到最后一步 那么没有办法 只能够靠这个解决 那么呃 你看印度那边 对吧 印度那边 他不是也也也就割地求和了吗 对吧 那么 南中国海这一块 呃 菲律宾他肯定是 他也要做好准备 他不能说说 因为菲律宾也很长时间没打仗了 你不能说 说万一如果说要打仗的话 你干起来被人干的个满地找 找牙这个也不行 他因为如果说没有美国和呃 这个联盟支撑的话 菲律宾铁定是干不过中共的 他他海警船就干不过 对吧 那么 那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呃 菲律宾也正好趁着这个就是说大选的时机进行一次演练 也就对中共一种震慑 表明一个立场态度 就是说呃 你不要以为我 我是软柿子 随便可以给你捏 是吧呃 我这边也准备好 所以所以也是这样一个一个感 呃 也是表表明一个态度吧 哦 如同 是的啊 好 今天这个大选大家都去 英国有没有关注很关美国大选啊 啊 英国我我感觉不是很关注 也就感觉因为因为真的说白了 就是谁上台其实都一样 你说谁上台会180度大选啊 说盟友不变盟友吗 不会啊 对吧 所以这个无所谓嘛 就这个现在就是大家 嗯 我我我这点我非常认同 就是说当一个嘉年华 当一个秀看呃 大家开心一下 因为现在也没有很多事情可以关注 是吧 对啊 但是也是媒体的盛宴啊 社交媒体声音 流量的盛宴很多都是用这个来啊啊 啊 蹭流量的多的很啊 啊 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也准备了 迪安在访问 再见